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神的做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 一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在挪亚的故事中 有关神的做工、神的性情与神自己的话题 在这些经文中 你们看见神在挪亚身上做了什么呢? 通过读经文 也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些 神让挪亚造了方舟 然后神用洪水灭世 神让挪亚造方舟 是要救挪亚一家八口 让他们生存下来 作为下一个时代人类的祖先 现在念经文 二 挪亚 一 神要用洪水灭世 嘱咐挪亚造方舟 创世纪六章九至十四节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 挪亚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 是闪寒亚福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 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匪墓造一支方舟 焚一间一间地造 里外抹上松香 创世纪六章十八至二十二节 我却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与儿子而父 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 你要带进方舟 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 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通过读这段经文 你们对挪亚这个人 是不是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了 挪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原文是这样的 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按现在人的理解 在当时的时代 义人是什么样的人 义人应该是个完全人 你们是否知道 这个完全人 是人眼里的完全人 还是神眼里的完全人 毫无疑问 这个完全人是神眼里的 不是人眼里的完全人 这一点是肯定的 因为人瞎眼看不着 只有神检查全地 检查每一个人 只有神知道 挪亚是个完全人 所以神用洪水灭世的计划 便从挪亚蒙呼召那一刻展开了 来到这个时代 神要呼召挪亚 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 因为在此时 神的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他的计划是 要用洪水灭世 为什么要灭世呢 这里说了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强暴 地上满了强暴这话 让人看到了什么 就是当世界 当人类败坏到极处的时候 地上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地上满了强暴 满了强暴 拿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乱套了 在人看 就是各行各业都没有秩序 挺混乱 不好管理 在神眼中 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类 太败坏了 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呢 败坏到了 神不能再看的程度 神不能再忍耐的程度 败坏到了 神定义要毁灭的程度 当神定义要灭世界的时候 神就计划寻找一个人 来造一个方舟 然后神选定了挪亚 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让挪亚造一个方舟 为什么要选挪亚呢 挪亚在神眼中是个义人 而且凡神所吩咐的 她都照样行 就是说 神告诉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神要找这样的人 来配合她的工作 来完成她的托付 完成她在地上要做的工作 那在那个时代 除了挪亚 还有没有第二个人选 能完成这样的工作呢 肯定是没有 挪亚是唯一的人选 是唯一的 能完成神托付的人选 所以神选了她 但是在那个时代 神要拯救人的范围与标准 跟现在一样不一样 答案是肯定有区别 为什么问这话呢 在那个时代 虽然在神眼中的义人 只有挪亚一个 言外之意 她的儿女 与她的妻子 都不是义人 但是神还是让这些人 因着挪亚的缘故 生存了下来 神并没有按 现在对人的要求 来要求他们 而是把挪亚一家八口人 都留了下来 他们是因着挪亚的义 而蒙了神的祝福 因为没有挪亚 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可能完成 神的此次托付 所以此次的蔑视 挪亚才是唯一 应该胜存下来的人选 而其他人只是偏德 可见 在那个神还未正式开展 他经营工作的时代 神对待人 要求人的原则与标准 是相对宽松的 在现在人的眼里 神如此对待挪亚一家八口 似乎有失功允 若论及 神在现在的人身上 所做工作量之大 与所说话语之多来说 神给挪亚一家八口的待遇 只不过是 神在当时的做工背景之下 所采取的一个做工原则罢了 相比之下 现在的人与挪亚一家八口 谁从神得得更多呢 挪亚蒙昭一世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但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是在这一段记载中 神的性情 神的心意 与神的实质 却并不简单 要了解神的这几方面 首先要了解 神要呼召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通过了解 神要呼召什么样的人 来了解神的性情 神的心意 与神的实质 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神呼召的这个人 在神眼中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这个人必须是 能听他的话 能照他吩咐行的人 同时这个人 也是一个 有责任心的人 是一个 能够把神的话 当成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本分 以本分来完成的人 那这个人 是不是必须是 必须是认识神的人呢 不是 在当时那个时代 挪亚并没有听过太多神的教导 也没有经历神的任何做工 所以挪亚对神的认识是很少的 虽然这里记载了 挪亚与神同行 但是他有没有见过神的本体呀 可以肯定地说 没有 因为在那个时代 临到人的只是神的使者 他们虽然可以代表神说话做事 但只是传达神的旨意 神的意思 而神的本体 并没有亲自向人显现 在这段经文里 基本上看到的 都是挪亚这个人要做的事 与神对他的吩咐 那么在这里 神所发表的实质是什么呢 神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精密计划的 当他看到一件事 或者一个现象发生的时候 在他眼中 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这个标准决定 他是否开始计划处理 或如何对待这样的事情与现象 他不是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 没有感觉 而是恰恰相反 这里有一句神对挪亚说的话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在这次神的话里 神说了神要毁灭的 只是人吗 不是 神说了 凡有血气的所有的活物 神都要毁灭 为什么神要毁灭呢 这里又有神的性情的流露 在神眼中 他对待人类的败坏 对待凡属血气的人的污秽 强暴还有悲逆 他的忍耐有一个限度 他的限度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说的 神观看世界 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凡是活物 包括跟随神的人 包括口称神明的人 包括曾经对神献烦祭的人 包括口头承认神 甚至赞美神的人 他们的行为 一旦满了败坏 达到神的眼中 神就要毁灭他们 这就是神的极限 就是说 神忍耐人类 忍耐凡有血气的人的败坏 到什么程度呢 到了所有 无论是跟随神的人 还是外邦人 都不走正路了 到了这个人类 不是仅仅仅道德败坏了 都满了邪恶的程度 而是没有一个人 相信神的存在 更没有一个人 相信这个世界 是神主宰的 是神能给人带来光明 带来正路 到了人类恨恶神的存在 不容许神存在的地步 人类的败坏 一旦到了这个程度 神就不再忍耐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的怒气 神的惩罚即将临到 这是不是神性情的 一部分流露呢 现在这个时代 在神眼中 还有没有一个义人呢 在神眼中 还有没有一个完全人呢 这个时代 是不是在神眼中 凡有血气的人 在地上 都败坏了行为的时代呢 在这个时代 除了神打算要做成的人 除了这些 能够跟随神 接受神拯救的人类以外 是不是所有 凡属血气的人 都在挑战神的忍耐极限呢 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就你们身边发生的事 你们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亲身体验到的 每一件事 是不是都满了强暴呢 在神眼中 这样一个世界 这样一个时代 是不是应该结束了呢 虽然现在的时代背景 与当时挪亚时代的 那个背景 完全不一样 但是对于人类的败坏 神的心情 神的愤怒 与当时是一模一样的 神之所以能忍耐 那是因为他的工作 但是按照各种情况 与条件来说 这个世界在神眼中 早已该灭了 与洪水灭世 那个时候的情况相比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 这也是神的心 最难过的一个地方 也可能你们任何人都体会不到 在洪水灭世的时候 神可以呼召挪亚去造方舟 去预备神在洪水灭世 以先的一些工作 神可以呼召一个人 挪亚来为神 做这一系列的事情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神却没有人可呼召 因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知道 都清楚 这个是用不用我说清楚啊 说出来可能有点伤面子 让大家都难过 有些人说了 虽然我们不是一人 也不是在神眼中的完全人 但是神如果吩咐我们做一样事 我们还是可以胜任的 因为以前说 大灾大难要来了 我们就开始预备粮食 与灾难中所需的物品 这不都是按着神的要求做的吗 这不是很配合神的做工吗 那我们做的这些事 是不是可以跟挪亚相比了 难道我们这样做 不是真实的顺服吗 难道我们这样做 不是照着神的吩咐行吗 我们不也是因着相信神的话 而照神的话去做吗 那神怎么还伤心呢 还说找不着可以呼召的人呢 这些人与挪亚的所做所行 有没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们预备那些灾难食品 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我们所做所行都不能达到义 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义人 这话说的站点边 挪亚做的事情 与现在的人做的事情 有实质性的不同 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做事情的时候 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不知道神要做成什么 神只是给她一个嘱咐 吩咐她当做的事 而没有太多的解释 她就照着去做了 她并没有在私下里揣测神的意思 她对神没有对抗 也没有二心 她只是用一颗 单纯简单的心去照做 神让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顺服听神的话 是她做事的信念 她对待神的托付 就这么直截了当 就这么简单 她的实质 她行为的实质 是顺服 没有猜疑 没有对抗 更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与得失 而且当神说 用洪水灭世的时候 他不问时间 也不探底 更不问神到底 怎么毁灭这个世界 他只是按着神吩咐地去做 神让怎么造 用什么造 他都一一按神吩咐地去做 而且神这儿说完 他那儿马上就行动 他是按着满足神的这样一个态度 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 他是为了自己躲避灾难吗 不是 他问过神 还有多长时间灭世了吗 没有 那他问没问神 或者是 他是否知道 造着方舟 要花多长时间吗 他也不知道 在他那儿 就是简单地顺服 听话 造型 而现在的人就不一样了 神话稍露一点口风 人感觉到有一点风吹草动 人自己就赶紧行动 不顾一切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去为自己的后事 预备吃的 喝的 用的 甚至到灾难临到的时候 自己如何逃生的路线图 都安排好了 更有意思的是 人这脑袋到关键的时候 还是很管用的 在神没有做任何吩咐的情况下 人自己把自己的后事 都料理得妥妥当当 可以用一个词 完美来形容 至于神怎么说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想要什么 没有人去关心 也没有人去体会 这是不是现在的人 在神的极限的时候 他就不再忍耐 而是开始 他新的经营 新的计划 开始做他要做的事 显明他的作为 显明他性情的另一面 他这个做 不是为了要显明 他是不容人触犯的 显明他满了权柄与烈怒 不是为了显明 他能毁灭人类 而是他的性情 与他圣洁的实质 不再容让 忍耐这样的人类 活在他的面前 活在他的权下 所以说 当全人类 都与他为敌的时候 当全地没有一个 他可拯救的对象的时候 他就不再忍耐 这样一个人类 而是要毫无顾忌地 做出他的计划 毁灭这样的人类 神这样的举动 是因着神的性情而决定的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也是每一个 活在神泉下的受造之物 必须承担的后果 由此可见 在当今这个时代 神是不是迫不及待地 想完成他的计划 拯救他要拯救的人类 在这种背景之下 神最关心的是什么 不是那些根本不跟随他 或者是本来就与他作对的人 怎么对待他 怎么与他对抗 或者是人类怎么毁谤他 而只是关心跟随他的人 关心在他经营计划中 他的拯救对象 是否被他做成了 是否达到他满意了 而对于跟随他以外的人 他只是不时地给予小小的惩戒 以示他的烈怒 比如海啸 地震 火山爆发等等 与此同时 他也在极力地保守 看顾着跟随他 即将蒙他拯救的人 这是神的性情 一方面 神能对他要做成的人类 给予极大的忍耐 宽容 与最大限度的等待 另一方面 神又极度地恨恶 验增那些不跟随他 与他敌对的撒旦的种类 虽然他不在乎 这些撒旦的种类 是否跟随他 是否能够敬拜他 但他还是在心里忍耐的同时 恨恶着这些撒旦的种类 也在定规这些撒旦种类的 结局的同时 等待着他经营计划的 步骤的到来 接着来看下一段经文 二 洪水之后 神对挪亚的赐福 创世纪九章一至六节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都必惊恐惧怕你们 连地上一切的昆虫 并海里一切的鱼 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 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留你们血 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兽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 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在这一段话中 你们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要选这一段话呢 为什么没有摘选 挪亚与他的家人 在方舟上的生活片段呢 因为那些内容 与我们今天要交通的 这个话题关系不大 我们要关心的是神的性情 对于那些内容 你们如果愿意了解 就自己拿圣经来看一看 在这儿就不提了 今天咱们主要讲 有关如何认识 神的座位的话题 在挪亚接受了神的吩咐 造了方舟之后 又度过了神用洪水灭世的日子 一家八口都活了下来 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的人类 都被毁灭了 地上的活物也都被毁灭了 对待挪亚 神给了她祝福 神对她和她的儿子 说了一些话 这些话就是神要赐给她的东西 也是神对她的祝福 这是神对待一个 能够听她话 接受她吩咐的人的祝福与应许 这也是神给人赏赐的方式 就是说 不管挪亚是在神眼中的完全人也好 义人也好 也不管她对神的认识有多少 总之 挪亚和她的三个儿子 听了神的话 配合了神的做工 按着神的指示 做了他们该做的 因而 为神保留了洪水灭世之后的人类 与各样活物 为神下一步的经营计划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因为她的这一切行为 神祝福了她 或许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挪亚做的根本不值得一提 甚至有些人会想 挪亚也没做什么呀 是神要定义留她 那她肯定就能留下来了 她能存活下来 这也不是她的功劳啊 这是神要做成的 因人是被动的 但是在神的心里 不这么想 在神看 一个人 无论是伟大 还是渺小 她只要能够听神的话 顺服神的吩咐与托付 能够配合神的做工 配合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达到让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得以畅通 得以成就 这样的行为 在神那儿 是值得神纪念的 是配接受神祝福的 神宝爱这样的人 也珍惜人这样的行为 珍惜人对神的这份情 这份心 这是神的态度 所以说神为什么要祝福 挪亚呢 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看待 人这样的行为与顺服的 对于神祝福 挪亚一事 有些人会说 人听了神的话 满足了神 神就应该祝福人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这话能不能这么说啊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不能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 有的人说 人不配享受神的祝福 这话也不完全对 因为当一个人 接受了神托付的时候 怎么判断 人行为的好坏 与人是否有顺服 怎么判断 人是否满足神的心意 与他的所作所为 是否合格 神有一个标准 神注重的是人的心 而不是人外表的行为 不是人无论怎么做 只要做了 神就应该祝福 这是人对神的误解 神并不是只看事物的结果 而是看重 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 人的心是如何的 人的态度是如何的 看人的心里 有没有顺服 有没有体贴 有没有满足神的意愿 当时的挪亚对神 有多少认识呢 有没有你们现在 明白的道理多呢 对神的概念 与对神的认识 这些方面的真理 他有没有你们接受的 浇灌牧养多呢 没有 但有一个事实 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的人在意识里 在思想里 甚至在心灵深处 对神的概念 与对待神的态度 是模糊的 是模棱两可的 甚至可以说 一部分人对神的存在 是持否定态度的 而在挪亚的心里 与他的意识里认为 神是的的确确存在的 没有丝毫的疑惑 所以他对神的顺服 是没有掺杂的 是经得起考验的 他的心是纯洁的 他的心向神是敞开的 他不需要太多的 道理上的认识 来说服他自己 对神言听计从 也不需要太多的事实 来证实神的存在 以便让他能够 接受神的托付 达到神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这是挪亚与现在的人 在实质上的区别 这也正是神眼中的 完全人的真正解释 神要的是挪亚这样的人 神称许的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也正是神祝福的对象 在这里你们得着什么启示了吗 人看人的外表 而神看的是人的内心 与人的实质 在神那儿容不得人对他 有一点马虎与疑惑 也容不得人对他 有任何的猜忌或者试探 所以说现在的人 虽然与神话面对面 甚至可以说与神面对面 但是因着人内心深处的东西 因着人败坏实质的存在 因着人与神敌对的态度 拦阻了人对神的真实相信 也阻挠了人对神的顺服 这样人就很难得到 神对挪亚一样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